110 文匯報109聖戰偷渡者從泰遣返有土耳其使館人員涉座偷渡 2015年7月12日中國新聞A 狗假護照製作低劣有土耳其使館人員涉座偷渡 香港文匯報信內地官方媒體昨日發布來自公安部的消息稱 中國警方9日成功從泰國遣返回國109名偷渡人員和組織偷渡團夥成員 今年以來 中國警方已從東南亞國家遣返回國多批偷渡人員及組織者 經警方初步偵查 這些偷渡者主要來自新疆 他們準備前往土耳其 有的獄者道土耳其賦聚利華 伊拉克參加所謂聖戰 同時 土耳其存在多個組織偷渡團夥 土耳其諸部分東南亞國家使館工作人員也為偷渡提供便利 新華社報導稱 警方在初步核查此批偷渡者身份時發現 其中有十三人事實恐出途人員 患有兩人事苦幹在途的犯罪嫌疑人 據偷渡人員交代 他們中間不少人受勢迴回 東伊運法部的暴恐音時憑的煽動 古惑 產生了參加聖戰的思想 在偷渡過程中也有人不斷向他們灌輸 強化宗教極端思想 慫恿他們到敘利話 伊拉克參加所謂聖戰 偷渡團夥具嚴密組織體系被抓獲的脈合目提 奧布力等多名組織 偷渡人員工術 偷渡團夥有一 壞 密的組織體系和偷渡網絡 內部份工明確 偷渡路線是從綠路或水路經越南 簡報寨 魯國 泰國等國 最後從馬來西亞等一些國家前往土耳其 偷渡人員被送至土耳其後 不少人在東伊運恐怖組織的帶領下進入敘利亞參加所謂聖戰 而在偷渡途中一旦遇到阻難 偷渡人員往往就地聖戰 2014年3月1日發生了雲南昆明火車站的暴力恐怖案件 就是企圖偷渡出境參加聖戰的恐怖分子受了後所謂 共造成31名無辜群眾死亡 141人受傷 警方在偵查中環發現 一些偷渡人員受東伊運恐怖組織的指使 在敘利亞 伊拉克參加聖戰 經過培訓後 又被派遣潛回中國發展 培訓恐怖分子 企圖製造暴恐事件 今年以來 警方已找獲多名潛回中國內地的暴恐分子 破獲多起暴恐預謀案件 組織操控者均在土國境內對警方介紹 每名偷渡人員需向蛇頭繳納高達數千美元的偷渡費用 這些費用最後帶刀流向了東伊運恐怖分子開設的銀行賬戶 經過偵查 審訊 中國警方發現 這些組織偷渡的操控者均指向土耳其境內 中國警方已向土耳其警方通報了8名蛇頭的情況 要求土耳其警方予以筆報 警方同時介紹 土耳其駐部分東南亞國家事館工作人員為偷渡人員提供幫助 2014年9月 土耳其駐某東南亞國家事館工作人員 增值直接參與營救被當地執法部門找獲的中國籍組織 偷渡團伙頭目艾力艾買提 卓豪阿樂 方稱該人是土耳其公民 多此施壓要求放人 最終成功將其送往土耳其 該人至今仍在土耳其逍遙法外 今年6月 中國警方與東南亞國家聯合開展行動 在一犯罪嫌疑人住處一次就查獲653本土耳其護照 參與辦案的證件專家介紹說 上述護照均是偽造 且偽造水平極差 極易辨別 偷渡人員卻能夠持這樣的護照順利入境土耳其 世維會勾結部分土國政客環有證據表明 在土耳其的世維會下屬分支機構組織多次派骨幹選至東南亞國家 為組織偷渡活動出謀劃策 同時 他們頻頻勾連部分土耳其政客和某些勢力 為偷渡活動提供協助 並千方百計研究被東南亞國家機壓的偷渡者 這些政客出於自身的政治目的 利用本國的犯特決情結 造謠古惑 煽動輿論 為組織偷渡活動撐腰打氣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 此次泰國警方嚴格依照本國法律和國際公約 對違反本國出入境秩序的人員實施抓捕 完全是正當合法的 中方對泰方在中泰警務合作機制框架下 依法向中方遣犯偷渡人員表示高度讚賞 今後 中國警方將繼續加強國際執法合作 與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有關國家執法部門一度 共同打擊偷渡等跨國犯罪活動 始終保持對東伊運等恐怖組織的嫌打高壓態勢 設施維護國內和本地區的安全穩定 對東伊運等 對東伊運等